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我问的几个问题 Esser里面含入几个 答案是多少呢? 答案就是刚刚好 很妙的 就是你们选最少的那个部分 哪一个呢? 这有三个 这个吗? 当然不是 这么少 当然Esser 绝对不是只有这么少的 就是这个吗? 当然也没那么多了 其实就是这个 大概是250几个 250到300个左右 OK 不过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会为什么下场呢? 所以以后你上班的话 很多事情真的会花非常多力气 因为有些问题 只要你会某一个函数 那个问题就马上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是土法链钢 土法链钢就变成 不断的要Ctrl-C,Ctrl-V,C,Ctrl-V 所以一般有人用Esser一直在Ctrl-C 那表示他不会用Esser OK 所以其实Esser还蛮强大的 只是说很多人没有办法把Esser的 所有的功能都发挥出来 另外的话 我对于哪部分最有兴趣呢? 也是让我有点讶异的就是 大部分的同学好像对于基本函数 也不是那么熟悉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一样会把那些基本函数 该如何操作的步骤 这个按部就班的 更过后面的话慢慢再提升 提升困难度 OK 所以也许最多人在选这个 那学过西元 这个一个 OK 入门的占八成三 这个的话 好 没关系 那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可能要把我的tempo要调慢一点点 可能我会讲的稍微慢一点点 但我也不会调太慢 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聪明才智都很够 只是说呢 需要跟你们讲哪些东西是重要的 再来的话进阶 进阶还不错 有八位同学 高阶的话有一位 OK 我可以知道哪一位吗 好 没关系 有啊 好 其实你们有甜之料我就知道 好 有没有未来做 最多人还是有 所以显现大家对于充实这件事情 还是蛮在乎的 然后准备考验就所得占大多数 然后有没有 要给爸妈咬 有一个 OK 这是不是所谓的啃老鼠 OK 好 没关系 我大概知道一下 然后希望哪一种方式 上机测验 这也是一翻两电影的方法 所以也许 我们也可以出几道题 反正上哪些题目 考试就考哪几道 然后呢 你就要把我上课讲的那些方法 把它记守 里面可能会 还会考到VBA的程式 所以难应该是难在这 也许啊 这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之一 他会比较喜欢 第二种 上台报告 最少人是想要佼佼报告 反而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这地方好像比较多人想要就是佼佼报告就好了 上台报告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OK 那再来 期末的话跟其中 这个变化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个 少了一些的 多了这些上台报告 还有交报告的 这我再看看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课程的属性 还是主要是我希望是告诉你说书上有些即便你看完书你还是做不出来的那些知识 因为那些东西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经验的 而且书里面没有办法完整的传达即便你看完文字叙述 你也不知道说这到底怎么做 有没有还是会漏东漏西的 还有哪一个方法在使用这个工具 这边的课程名称叫做试算表进阶应用 与程式设计 因为我在东大学 这学期呢也有一门课叫做 这个e-sale高阶函数 其实这两个意思是一样 我本来提的名称是这个 但是学校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改成上面这个名称 e-sale e-sale不就是 赐算表 可能他觉得说以后不见得是e-sale 也许是Google 也许是别的软 不过目前来看 还是e-sale为最大宗 哪怕是你今天给你一个免费的Libre Office 里面有个类似e-sale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用的就是不习惯 就是喜欢用e-sale 我不知道为什么 e-sale有个缺点 就是他需要花费 我们这门课程的话 因为东吴那边是远距 所以我是会把这个课程完整录制 然后除了你们会看到之外 东吴那边的远距的学生也会看到 有两边的话 变成说我们这个教室除了你们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教室 在远方 也更多人 OK 所以我这门课 还 感觉还蛮有价值的 因为很多人在看 另外我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的话 那要更多人看 因为我YouTube上面的订阅人数 目前的话 已经 没有很多了 大概三万多人 OK 三万多个人多吗 我其实当然不算多 这我的名字 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我的名字 或者是说 你可以Google吴老师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后面会做几个部分的说明 第一个 我自己是谁 第二个参考书目 大概哪一些 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 这些参考书目的话 可以当成是你补充理论部分 我强调的是实作 所以如果你有些理论的概念不太清楚 请各位自行去阅读 我主要的任务是教你怎么做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看完书还是不会做 蛮多的 我比较强调是实作的 OK 而且是实正派 如果你没法做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其实是不会的 哪怕你讲的再多的道理 其实都是空谈 OK 所以我比较是强调是实作 而不是理论 你不要告诉我一大堆 最后你做不出来 等于你是空谈 课程简介一下 另外的话我把这个函数部分 分成有五大类 这五大类 我们就按照这五大类函数 一直到 其中其末 慢慢一直往前推进就对了 里面其实都是范例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 关于我 你可以Google吴老师的关键字 目前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排在第一个或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我本来是排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那个连结是买广告 他买的蛮凶的 所以一下要串上来 但我从来没买广告 OK 我的部落格跟我的YouTube频道 另外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 也是有VPA教学 因为我教的太多了 而且上面的东西也放的蛮多 所以你们也可以搜寻一下相关的东西 除此之外 我也教手机的APP 或者像现在比较夯的这样拍摄 这些都有相关的教学 再来的话 这是我的一些简历 第一个我刚刚讲Google 部落格超过千篇 另外YouTube订阅超过33k 就是33,000左右 另外的话 我也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也得过 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 目前的话 从事主要还是担任顾问性质的工作 之外的话就是教学工作 OK 目前的话 因为今年 就是在台师大 今年这个是第一年 为什么会找到我 其实也是因缘机会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我放了蛮多的资料 在YouTube或者在网路上面 那学校 某位老师就找到我的参观 觉得还蛮适合的 因为学校可能也希望推转这部分的课程 然后再找一下 发现原来我也是在学校的校友 于是就找到我 其他的话也在东吴 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远距课程 另外在原字 原字蛮特别是说 他们已经今年已经第三年还是第四年 已经把城市设计列为必修课程 大一四个学分必修 现在学校有吗 城市设计 不分 不是只有资讯相关科系 每个科系都一样 四学分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文学院好了 比如说是国文系 国文系也是要必修 所以很多同学说 他来选国文系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想要学数学跟英文 刚好 奇怪一来 奇怪怎么都要学 那当然也是躲不掉了 主要原因当然应该跟趋势有一点关系 其他的话在一些推广单位 另外就是在企业 像最近的话 群球人寿也有一些企业的训练课程 OK 所以对于企业目前的现状 倒也还是有一些些的了解 所以会跟各位做分享 也曾经获得一些奖项 这个大概就教学卓越 趋势先锋等等的 另外我的证照目前超过30张 最近又拿到一张 都是跟大数据分析有关的 OK 这一张Power BI 另外一个Python 3的证照 其他的话 相关的电脑证照也是一堆的 主要是说证明说自己还是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之外 另外一点 主要是示范作用 因为我要教某些课程 我自己都没考过 我什么叫人家去考 所以像我有些证照考过之后 我在跟同学讲说你可以考好看 还真的很多人自己都跑去报名 而且都通过了 OK 我的频道部分的话 大家目前观看次数超过500多万 另外的话 参考书目 我大概取这一本 这个叫做 Excel 职场函数 468招 什么叫468 其实就468个范例 也就是这本书的话 主要还是以范例为主 不过这本书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没有VBA的部分 只有以范例函数 主要以函数为主 OK 不过我是建议 除了函数之外 建议你们还是要把所谓的VBA 可以稍微 好好了解 因为它可以大大的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OK 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书 这本之外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这本书其实还蛮好记的 Excel 职场函数 468招 其他的话如果说你要学习VBA的话 有哪一些比较值得推荐的书籍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的话就是大概这两本吧 超图解 这是日本人写的翻译书籍 Excel VBA 基础讲座 主要他就教你说 Excel VBA 他要该如何从哪个地方着手 OK 怎么样去撰写 然后底下这一本叫什么 Excel VBA 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OK 这个其实光看这个书名 就让有些上班族觉得躍躍欲试 很多人就因为看了书名买回去 不过买回去发现 得到的心得是吧 Excel VBA一点都不简单 OK 是可以真的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是没有问题的 OK 大概是这两本书推荐 当然其他有关VBA书籍 我想你们回去 自行在找相关书籍阅读 OK 然后还有这些 这些我想就是大家参考 OK 那这些 这些资料云端上也有 在云端有一个讲义 讲义里面其实我有放这些参考书目的清单 你们也可以再到云端上面去看 那再来的话 当然未来新科技代表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学习程式 其实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可以跟AI做衔接 因为AI你第一个一定就是程式撰写 背后的话如果你不会程式的话 那你怎么去 去去去去撰写相关的AI的应用 那AI现在已经非常广泛在我们身边 OK 第二个的话大数据这也应该没问题吧 BIG DATA 那所谓的大是多大 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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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才是大 其实呢 大就是人工 人力所没有办法处理的资料量 也就是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如果不要用人工的话 那么多的资料量的话 那要用什么方式解决 当然用程式来解决 OK 没有意外 也就是说以后都BIG DATA的世代 所以如果你身边你在办公室里面遇到这种BIG DATA的话 那怎么办 如果不会程式 那你就撒住了 说真的 所以老一辈的人可能不会一些程式怎么办 他就没办法升任这些工作 所以很多人到中年如果他不学习 那就有失业的危机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学会的话 刚好可以取代老一世代 如果不学习的话 其他像云端 这个应该无庸置疑 还有像人眼辨识 其实人眼辨识应该叫影像辨识 影像辨识到处其实都可以透过辨识 然后以前是用人工的方式 现在的话都不用 像车牌辨识有没有 也非常普遍用在停车场 有没有 直接进去 你就直接就已经知道你的车号了 出来的时候甚至直接扩款就好了 像台北市 但是大部分的停车场都已经这样了 我觉得还蛮喜欢这样的方式 因为进去就停好车 停好车直接扣我的信用卡 都完全不需要下车 还要在那边排队还要缴费 当然还有其他应用 再来的话电动车不用自己 像特斯拉已经成为全世界 车厂里面市值最高的公司 甚至比Toyota的市值还更高 我想说电动车 车上 路上可能还没Toyota的多 那为什么它市值比较高 因为它是一个噱头 大家都觉得它重要 未来还在发展当中 发展当中的话就有必要 可以在这个部分多琢磨 另外的话还有第6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Fintech 这个是金融科技的部分 金融科技的话 目前已经相当的普遍了 所以很多如果你要往金融业发展的话 假设你不会沉市 那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个瓶颈 OK 其他的话 待会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Excel里面的五大类函数 另外的话 怎么借由所谓的VBA 因为有一些函数 我刚刚讲过大概250几个 250几个函数 可是其实很多功能还是没有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透过VBA去做制定 请各位待会先帮我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开启刚刚下载的这个范例档 范例档案里面的话 请各位开启这个 就第一个 直接点开来 用Excel 就是01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打开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道问题就是这个 我希望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合并之后变成一个栏位的资料 合并里面还有相关规则 规则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在上面这里 0911 所以你开头一定要09 定心业者的话就后面这两码 再来一杠 如果说你这边的话 不足三码 你就自动补 补 比如说你这边两码 你就补一码零 如果你像这个地方 只有一码的话 你就补两个零 然后中间加一杠 OK 那自动的话 帮我把结果放在这里 可是不是叫你用土法链钢 你千万不要说你这边把它点两下 0911 107 1-0841-007 Enter 下一个继续 你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其实这个是电信业者 那么客服人员一定要会的 用什么方式最快 OK 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 当然最好的话 就是这边如果按钮 有没有 当我按下它 自动这边全部完成的话 那会会是最好的 VBA就是做什么 就做这个 产生一个按钮 按下它自动完成 这不是很方便吗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一题先打开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